正AI元年三檔 概念股搶先看囉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集的 產經吸引力 一個可以輕鬆認識 產經趨勢的頻道 隨著現在時間快到3月了 2024今年的第一季也快結束了 在去年呢 依照慣例跟大家分享 2024全年的展望 那目前呢 來看包括像先進製程 AI甚至水資源 都在照著預期的走 產業趨勢就是這樣 都是需要經過時間的累積 跟疊加 自然呢趨勢行情 也不會在短時間結束 多數情況下 只要趨勢一旦形成 就不會一下改變 那公司的營運呢 就會跟著趨勢走 而在呢又有營收 跟有獲利的情況下 最終當然也是會 反映在股價上 那這集呢 妍希想要跟大家分享 三檔受惠先進製程 還有AI概念的新同學 內容呢就包含 他們的前世 今生跟未來 非常豐富 相信大家一定會喜歡 記得進入主題前 新朋友幫你也寫按個訂閱 好朋友記得要按讚喔 好我們就轉場吧 就在錄影的前一天呢 NVIDIA就公告 自家去年的第四季財報 除了營收大幅高於前一季 公司給出的 200億美元的預測 來到哇 年增265%的 221億美元 單季的EPS 更是逼近年增5倍的5.16元 所以帶動 韓後股價大漲10% 那無獨有偶呢 試調機構的固能 還有IDC 其實也在2月7號發布了 最新的AIPC 還有AI手機的預期 其中負能的觀點比較樂觀 他認為今年的AIPC 有機會出貨超過5000萬台以外呢 整個生成式的AI手機的出貨量 也會來到智慧型手機的兩成以上 那相比之下 IDC則是採用比較長期的觀點 認為要到2027年 AIPC的出貨量 將達到1.67億台 高於今年推估出貨的 5000萬台 佔整體PC量將近6成 撇開這兩家機構 在數字上面的一些差距 再去搭配前面的NVIDIA財報 其實就在告訴大家 從今年開始 AI相關應用要起飛了 重點呢 接下來要逐步落實到我們生活周遭 大家稍微想一下 NVIDIA的AI GPU 主要是供貨像是給OPPO AI 還有微軟 還有像Google 這類IT的巨頭 那所以看到NVIDIA財報 就是這些IT巨頭 去加速深層式AI的證據 再來呢 砸大錢去開發深層式AI 當然就是要用它賺更多的錢 所以呢 這裡合理去推斷這些IT巨頭 一定會盡力把深層式的AI 導入終端的消費性產品 以求呢 加速回收投資碼 所以啦 AI相關應用在今年起飛的論點 這真的是有它的道理 那既然如此 相關的供應商也值得大家追蹤跟觀察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介紹 中砂 信宏科還有華泰 開頭先跟大家分享中砂 說起這家傳統的砂輪片起家的老牌 傳廠公司 在2005年上市 目前的資本額約14.49億元 過去產品呢 主要就是應用在切割或是研磨 公司呢 轉型成半導體供應商的轉機 就是在它後來取得了 鑽石碟的技術 說到鑽石碟這個產品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超精密的砂輪片 專門用來研磨矽晶圓 然後呢 又憑這項技術 再去開發出再生晶圓 這裡我們先補充一個小知識 其實在半導體的製程裡面 不論是研磨還是切割 這些都是必備的工序 以研磨來看 隨著製程進步到2nm 代工用的晶圓片 本身就要夠輕薄 那要能達到這個條件 就要用研磨的方式 慢慢給它磨磨磨磨磨成需要的精度 那切割呢 更不用說了 今天不管是6吋8吋 還是12吋的晶片 在晶圓片加工完以後呢 都需要在後段製程中 把晶片一塊一塊的切割下來 那大家就想 光晶片本身就是2nm的精度 配套的切割 還有研磨的工具 自然也要配得上2nm嘛 所以呢 就是這個產品的精度 它就是中砂扎扎實實的核心競爭力 那受惠呢 台積電再地化供應鏈的政策 其實中砂很早就跟台積電合作 開發鑽石碟還有再生晶圓 那目前中砂的產業地位來看 鑽石碟是全球第二大的供應商 而再生晶圓更是台灣第一大 重點來囉 是在跟台積電的密切被配合之下 中砂的鑽石碟 才逐漸的成為行業內的標準 不只呢 在3nm的市占率已經高達7成之多 未來呢 在2nm甚至有 寡占的可能 這個吸引了包括像德儀啊 英菲林啊 美光 甚至Intel 全球一線半導體廠的下單 那依照去年第三季的營收占比來看 環桶的砂輪刀具的產品 占比已經慢慢下降到12% 鑽石碟大約28% 其中光是5-3nm的鑽石碟 就佔了這個部分的營收將近6成 那再生晶圓呢 則是過半了52% 剩下的就是泰國子公司的KTC 還有台灣子公司宏記工業的8% 展望整個2024年 受惠先進製程 灰深鑽石碟的需求 法人呢 預期這個部分 將成為今年最主要的成長動能 帶動今年的營收成長到13% 上下的72.5億 EPS會來到8.47 這個資訊就給大家參考囉 接下來我們來看阿信 也就是信鴻科 它是屬於半導體廠物供應鏈的代表 在1995年成立的信鴻科 產品呢 主要分兩大塊 在廠物的部分 包括像化學 研磨液 氣體這些供應的系統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綠色製程的解決方案 主要呢 就有特殊廢液處理 還有機能水的設備 其中法人這裡特別重視 綠色製程業務 原因呢它是成熟製程 通常是使用融入CO2 酸性機能水的清洗 但是呢 在先進製程中 得改用鞍氣融入 鹼性的機能水 所以呢 公司在這塊業務 它是擁有獨特的專利生產 混鞍機能水 穩定性呢非常的高 而且成本的競爭力也很好 所以它逐漸取代舊供應商 在客戶端的滲透率 它也是持續的提高 特別啦 公司現在是以台灣在地客戶為主 光是台積電 就佔了信鴻科 將近五成的營收喔 所以它是標準的 先進製程受惠概念 這裡呢 有一點我提醒大家 過去呢 我在68集跟大家分享過 觀察這類公司 要以合約負債來看 而不是去盯每個月的營收 就是因為有合約負債 它才是營收的真正的先行指標 同時也是在手訂單 能不能持續增加的關鍵 而信鴻科在去年第三季的合約負債來看 是新高紀錄來到2.62億元 所以也讓法人認為 伴隨著半導體景氣的復甦 還有AI需求呢 也刺激半導體 會加速阿信的建廠計劃 預期呢 會帶動信鴻科的獲利 今年挑戰賺一個股本喔 那長線來看 它則是受惠綠色製程的滲透率持續的提升 這個就值得大家觀察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到近期被封為 今年的妖骨神獸花台 在分享前 妍希想要先說明一下 過去呢 其實有一些好朋友在頻道分享公司 總是在走了一波行情才分享的 其實妍希要幫自己說一下話 產業趨勢其實就是這樣的 你要經過時間的累積跟疊加 那既然經濟活動一旦產生 趨勢一旦產生 那行情也不會在短時間的幾夜數 所以呢 要產業趨勢對的公司 就算股價已經漲了 難道接下來就不會續漲嗎 我認為這個 大家可以仔細的思考一下 好 那我們把話題拉回來 看到這個妖股 來 公司是 齊邦持股超過29.53%的公司 那華泰呢 他也透過 旗下子公司的華城投資 持續去購入齊邦的股票 就是要強化雙方合作 雙方呢 主要是針對下一代的 5G通訊產品 封測應用 布局附近封裝製程 在1971年成立的華泰 旗下呢 主要分成成品 還有半導體兩大的業務部門 其中呢 成品就是 EEMS的代工 過去主要是以工業電腦為主 那半導體呢 則以Netflix記憶卡封測為主 那從產品的組合來看 封測佔了64.21% 電子代工的EMS則是35.79% 重點來啦 這次華泰的行情 主要是這個EMS 因為公司長期主要服務就是 在春節期間 股價飆漲兩倍的 美超圍 所以呢 光是美超圍這家客戶 就貢獻華泰6到7成EMS的業務 其中7成又是跟AI伺服器有關 當然啦 華泰就備受大家的期待嘛 展望今年不只EMS的業務 隨著美超圍的AI伺服器的訂單 半導體的事業 也因為Netflix的客戶積極的備貨 讓公司的訂單持續噴出 所以呢 法人預期公司在今年全年營收 有機會成長一成上下 來到184億元 EPS呢 則會端出2.65元 這個資訊就提供給好朋友們參考囉 好啦 這集的內容 差不多跟大家聊到這裡 3個重點整理給大家 千萬不可以跳過來看重點喔 以後不講重點喔 開玩笑的 好 第一點 社會半導體先進製程 還有AI概念持續延燒 所以呢 市場對相關供應鏈 在今年的業績 其實抱有很大的期待 那第二點呢 在先進製程的方面 這集主要跟好朋友分享了 做好財的中砂 還有場務的阿信 那其中中砂很早就跟台積電合作 所以它的鑽石碟 逐漸成為行業內標準 不只在3奈米的市占率高達7成之多 法人預估2奈米有將近寡占9成上喔 所以吸引了包括畫像德宜啊 英飛靈 美光 Intel 這些全球一線半導體廠的下當 而信弘科呢 則是受惠台積電擴產 所以讓它今年的獲利 有機會挑戰 一個股本 那第三點呢 AI概念的華泰 最主要它是受惠美超為 長期配合的EMS的代工廠 所以讓市場抱有非常大的期待 不過呢 妍希也是認為啦 公司跟其邦 已經針對下一代5G通訊產品的 封測應用的合作 這個也非常令人期待 OK啦 那今天感謝大家的收看記得喔 最後一定要幫妍希 點讚 分享喔 好啦 下周同一時間 我們再見囉